60多岁的陈先生7年前健康检查 发现胰脏旁长了乒乓球大小的肿瘤 之后开始出现睡觉倒汗症状与热潮红 进一步检查发现是罹患神经内分泌肿瘤合并肝转移 经历手术在腹部留下17公分的伤口 他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 不适症状明显改善 其实这个新的合一的治疗方式对我帮助非常大 因为没有他的话 我的治疗的这个萧萧长长 就是有的缩小有的又长大 所以最后还是这个合一的这个治疗 给我最后整个病情完全熟练起来 吃个药物但是这个药物 基本上它可以吸附在你肿瘤上面 它在透过你一个受体 所以它必须要你的受体是一个阳性的受体 那个药才可以吸附在肿瘤上面 所以它透过吸附在上面的这个药物 吸附在肿瘤上面药物 直接就把肿瘤杀掉这样子 台湾神经内分泌肿瘤学会理事长成立中说明 并有经过传统标靶治疗失效 只能反复接受化疗与荷尔蒙治疗改善效果有限 随着医疗进步 目前有精准放射标靶治疗的选择 为病友带来新希望 标靶腰的治疗跟精准放射线治疗 这一块是对它们是没有效 那如果是长得比较慢的 我们叫神经内分泌瘤 神经内分泌瘤还可以分成它的分泌 还是可以分成三级 所以这个肿瘤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肿瘤 所以诊断了以后 那就是像 就是第一个当然做切片 除了确定诊断以外 你要看看它的分泌是哪一级 因为那个后面也会观测到 你后续的一个治疗 那再加上分析 有了这些资料以后 然后跟医师讨论是说 目前我们有什么样治疗的选项 神经内分泌肿瘤在过去 我们有很多 有几种药可以用 当然都没有很多 它的化学治疗也不多 它的标靶治疗药也不多 它的和我们用药也不是那么多 但是就有不同的选项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钓鱼 我相信在座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钓鱼 我们都会知道 有的鱼是吃素的 有的鱼是吃肉的 有的扎实的 有的喜欢在上層 有的人要在底层 有的喜欢大风大浪的时候从来觅食 有的喜欢青春早上去觅食 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下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去抓出每一个种的特性 然后针对这个特性 我们这个药物进去以后 等着这一个 药物进到血液里面以后 它就去找到这个肿瘤上面的这个 然后把这个放射性同位数 在这边一方面放出要引用的钢瓦射线 一方面放出治疗用的这个α或者是β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杀死走流细胞 和临近的一个细胞 但是对其他的地方不会造成影响 虽然说这个我们讲合一诊疗 然后合一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概念 包括这个我们对这个神经内灯密流的这个药物的治疗 是大概FDA2018年才刚刚通过的一个治疗的药物 但是其实这个概念大概在将近快五十年了 甲状线癌的地方我们在用点一三亿的治疗 其实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这个合一诊疗 合一 我相信在座的媒体朋友们应该有一些人听到 以往在开这个甲状线癌 开刀了没说话 对不对 然后拍完刀以后讲不出话来 因为这个这个甲状线在这里面 我常常跟我病人讲 就是说你看脖子这么薄的一层一摸 哇一层的这个这么薄的一层里面有皮 有皮下组织有肉 后面还有神经还有血管 一个不小心 其实也不是个不小心 书上面讲说即使是最好的外科手术 都很难把它移的干净 那所以说呢 拍完刀以后 以前大家可能就听过用这种原子点 对不对 所以就是点131 那作为一个治疗 把这甲状线癌 因为我都跟我病人讲 全身上下只有甲状线组织是最特别的 他用这个点作为原料去生产 所以我帮这个点改成了一个 在放射性的点131以后 我就可以很精准的去消灭掉甲状线 正常甲状线或者是甲状线癌的细胞 同时我不去伤害到别的 我又可以看得到它 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 这个其实呢在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概念 但是呢跟新一代的地方呢 就像主持人讲到的啦 这是一个isotope自己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今天用的是一个标靶后面配对的一个东西 配对的哪些东西呢 像摄肤腺癌配流177做pisma的一个治疗 那或者是神经内分泌流 最早开发这种190后来发现流177更好用 那骨头转移这种雷223啦 肝癌的190啦或者淋巴癌的190 这些有一些东西 肯定在临床上面在应用 包括说这个健保在颈部的 像这个股转移的雷223 甲状腺的点131 还有很多是在临床上已经在开发FDA有proof 那台湾正在积极地在进步的一切这种检查的项目 这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已故苹果创办人贾博斯 就是罹患胰脏的神经内分泌肿瘤 医师提醒 民众若莫名发生热潮红 倒汗 低血糖及热感 腹泻 反复性胃溃疡 发热 咳嗽 气喘 心悸与皮肤炎等症状 且持续三个月以上未改善 应尽快就医详细检查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导